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副當官萬富莫迪的一副老師 我從事股票全證交易已經13年 那我這邊跟大家分享這個 一般沒有經過訓練的投資人 在交易的時候最容易遇到的 三個狀況 那第一個就是最常見的就是說 我覺得常常投資人都搞不清楚 自己今天想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按照到底來說 我們投資的目的是不是就是為了要賺錢 對 可是啊 常常 投資人搞不清楚 因為 賺錢的話是不是應該要在這個 覺得勝率最高的時候才出手 因為這樣才比較容易賺到錢 可是常常投資人沒有耐心要等 所以他們常常目的不是為了賺錢 常常目的是為了要進去廝殺 所以就是想要進場 然後常常都沒有在 明明就不是勝率最高的時候 可是他們就迫不及待的想要進場 他今天到底是想要進去 證明自己很厲害 當一個賭神 還是說他其實目的是為了賺錢 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 投資人很容易 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追高跟殺低 那為什麼會容易追高 因為啊 常常我們發現一檔股票的時候 剛開始漲的時候覺得 他好像不會漲 所以剛開始漲的時候常常都不買 然後接下來啊 你就看到他天天漲 漲上去了以後呢 又不敢買因為已經漲太多覺得太貴了 所以當 漲上去的股票開始轉弱 開始跌下來的時候 就很多散戶投資人這時候就開始買了 因為之前太貴了 不敢買 主力呢都是在這個 股票在盤整低檔區的時候拼命買的 然後他就 買得差不多以後就把股價拉上去嘛 那 股價在漲的時候通常啊 那個漲的速度是又快又起 漲上去了以後就會開始 休息盤整 然後這時候 這個散戶就進場了 那散戶進場的時候主力就開始到貨了 所以啊 散戶 就是習慣不好 喜歡追高 喜歡買在山頂上 甚至有一些散戶很可憐 喜歡買在那個漲上去以後開始回檔的 那個 過程中才開始買進 可是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買股票應該要追漲 而不是追高 要追漲不追高 那什麼叫追漲 追漲不等於追高 追漲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買股票 你要選強勢股 因為強勢股就是那種最會漲的標的 可是你的 進場的切入時間 不應該是在高檔 而是應該在他 低檔剛開始起漲的時候 你就要去追 追當時 強勢的 漲很多的標的 叫追漲 追漲是追在山腳下 不是追在山頂上 追在山頂上就叫追高了 所以 追漲 不追高 那我覺得投資人還有另外一個 很嚴重很致命的 這個問題就是 加碼這件事情 投資人常常這個 分不清楚加碼跟攤平的差別 什麼是加碼呢 加碼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說今天有賺錢 已經有獲利了 然後 你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你已經在做對的事情了 所以你重複做 這叫加碼 所以加碼的第一個大原則叫做有賺錢 才可以加碼 那什麼叫攤平呢 就是說 你明明已經開始賠錢了 可是你還加碼 那就變成 攤平 攤平 重複做你知道 就越攤越平 然後最後躺平 所以 加碼才是正確 記得加碼 賺錢才能加碼 如果大家對這個 內容有興趣的話 你想要在 國海中可以 穩定安全的 投資獲利的話 那我們就 超盤 布丁盤 上班族 國海撈錢數 分享會見囉 我還會知道 你會不會 不是 在這裏 運賺 你會不會 保護 你會不會